這次我有幾幅新的作品 它們都是一些券本切式的作品 我之前一直都是畫功筆畫的 我是中國畫的一種 券本切式就是將一些傳統的礦物顏料 或者植物顏料一層一層地染上去 一張券簿上勾線掩飾的過程 重點它的特色是很多層次感的畫種 這次這張畫延續我展覽的一個要思考的問題 就是人類繪畫的意義在哪裡 我這張畫的風格格式都是參考了我小時候的畫的做法 例如它是一些向右邊傾斜的大廈 還有一些隨著你布宜 隨著你坐車 你會看到不同的大廈不同的角度 重複出現的一種狀態 而且是我加入了一些現在澳門很常見的一些東西 例如這些頂路的東西 或者是這些起樓的東西 我亦都做了一些新的嘗試 就是加入了一些不是澳門的元素進去 那就留給觀眾去發現 而這一面就是我 本身只有下面這兩張 就是由加斯蘭花園那裡 然後一路走到水塘那邊 然後由水塘一路走到黑沙環那邊 東方明珠那地方 我再加了一張就是這邊的纏竹 就形成了日後 然後黃昏夜晚三個時段的一個路程 就是由高士德開始 然後經過勞念藥公園 然後去到塔石附近 然後再到八角亭附近 最坑尾八角亭 就是繼續延長這條路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是因為我這個展覽 它強調一件事就是生成 就是小朋友畫一幅畫的時候 其實它沒有對一個畫面去控制的概念 它就是有位置就會畫 如果這一張紙是無限長的 它就會無限地畫下去 就像我另外一件作品 9.91cm的這件作品 就是我在一張長卷上去畫畫 然後用觀眾剪多少 銷售多少的模式去創作 一個行為藝術 我也想將這個觀念再帶回 我這些平面繪畫的作品裡面 所以我就想繼續延續 可能將來又會繼續再加多一張 不斷延續這個系列 這些細的畫就是 除了一些這麼大堆頭的 一大堆建築物的作品之外 我還發現我小時候的畫 有一些看起來比較孤獨的 單一建築物的 遙遠又陌生的感覺的一些圖像 我覺得當我看小時候的畫的時候 就換成了我這一種感受 當我重新去用小時候的目光去看世界的時候 我就發現了我對一些遠處的光碟 依然是這麼感興趣的 例如好像這一個 棟仔的氣象球 雖然我從小到大都對它很感興趣 也沒有怎樣了解過它 但我覺得這一種對它的不了解 那種遙遠的感覺 是有一種催眠的作用 對觀賞者來說 所以於是我就去周遊城市 去找這些紅點 去找一些帶給我一種強烈的能量的紅點 這裡是龍爪角 它就是海面上有很多光點 我們都不知道那些光點是什麼 但是透過你觀看它的時候 它大腿的能量 那個能量可能跟它本物是什麼 已經無關了 它是一個影像 它是一個生存於你腦海裡的一個影像